3Q新台灣 國民黨操作以美論 說只有一層的這個機會 美國會派兵保護台灣 你跟你的生活一樣 好 那大家認為TVBS總不是綠的吧 那TVBS在昨天其實有一個 這個獨家的新聞 這是TVBS的獨家新聞 他說美軍突擊兵來台協訓 搭乘民眾的貨車 然後被拍到 那怎麼會有這條新聞 我知道了 21世紀基金會 它其實是正面論述 他說會有一成的美國人來台灣 那真的是蠻多的 這個是TVBS昨天的獨家新聞 那我看到了這個不只TVBS 連聯合報都有轉載這則新聞 然後我再給各位看到 這個是國內媒體 在這個去年4月21號的這報道 台灣的這個官兵在 跟美國一起在共同訓練 你會看到美國的官兵 他胸前掛著這個名牌 你可以很清楚地辨識 他是美軍的官兵 所以這些都是美國的軍隊在台灣 來負責跟台灣的這個軍隊 來訓練台灣的軍隊的一個事實 然後我再給各位看到 這是一位過去在台灣 這個駐地的外國記者 然後他在前一陣子的時候 他在美國搭機的時候 他怎麼說的 他說你在美國搭飛機 那你那個航空公司就在叫 你如果這班飛機要飛往台北 那這個飛機上面有沒有一些美軍的人員 那如果有的話請你們先出列 因為要把你們的這個一些的行李 那個要一起拿的出列 結果他發現在這班飛機上 從美國飛到台北的這班飛機上 好多美軍就在這一個空姐的一個宣布之後 很多人都站出來 所以這個是表示他最後一句 他說美國到底有沒有在幫助台灣 在幫助台灣在訓練我們的軍隊 在幫助台灣來保護自己 他認為這個最後一句 他認為這個是蠻公開的 蠻明顯的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朱立倫岳父基金會 這名稱叫朱立倫岳父基金會 那朱立倫岳父基金會 他到底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間點上 那在這個夏立岩去中國 領了這樣子的工作 在台灣要來散播疑美論 這難道是國民黨在今年 他想要在台灣打的選舉的這個主軸嗎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必須要仔細思考的 這個現在還在民進黨嗎 郭正亮 還在 還在 郭前立委 他說這個是2月17號的報導 他說民進黨會進入抗中爆臺 抗中爆臺2.0 郭正亮說賴清德有機率反敗為勝 那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是說針對間諜氣球的事件造成美中政治對立 那麼民進黨開始攻擊國民黨 跟蔡英文元旦春節談話 談及兩岸和平大相徑庭 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又像過去一樣 這個民進黨利用中國的事件跟談話 然後又要打抗中爆臺2.0 我不知道他這個到底是看好賴清德 還是只是單純在諷刺抗中爆臺 但是針對這樣子的談話 難道抗中爆臺沒有市場嗎 或者是這句話本身到底哪裡有錯誤 又中國國民黨所說的親美有日和路 這件事情是看起來做得跟說得好像不太一樣 博文兄 這個大家知道最近這段時間 這個氣球跑到美國去 然後引起軒然大波 然後美國人民是義憤填膺 美國的這個媒體一連 幾乎是整個禮拜在做這則新聞 後來這個他們定調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入侵美國領土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侵略行為 而且是挑釁的 結果就在這個節骨眼 當全世界包括美國義憤填膺 大家是這個大家都滾起來的時候 結果國民黨在這個時候跑到中國去 夏立言跑到中國去 然後去的時候還跟大家講 我們只有談農民漁木 台生 台商 我們不談政治 結果去的時候第二天立刻就說什麼 就放消息說可能會見王滬寧 見完宋超之後說見王滬寧 見完王滬寧 裡面整場全部都在談政治 都在被統戰 那我要請問在這個節骨眼裡 做這樣的事情 這個到底你的用意 利益是什麼樣 所以我覺得不用說什麼 國民黨在操作疑美論 國民黨根本就是刻意要台灣 把這個全世界對我們友好的民主同盟 最強農國 那過去一段時間當然大家知道早期朱立倫 他確實是這個美國所謂危機解密的一個被保護者 可是我覺得這些年來特別他當上黨主席之後 恐怕那個態度也有所轉變 我認為明年2024的大選 這個不是國際社會在看 特別美國也在看 那當然中國對於2024 但是他們也希望說看能夠存下存手 能夠最好是能夠替他們講話 或者是甚至他們的代理或代言人 能夠站上最大的位置 但是我覺得在世界兩大強權 在目前正在火車對撞的時候 我坦白說 不是說我們台灣做一個小國 我們要有智慧 當然我們要有智慧 我們不要去挑釁 但是價值的選擇是不容模糊的 你究竟要站在民主自由人權的一方 還是站在獨裁封閉的一方 我相信2024只要想選的人 你迴避不了這個問題 2024想選的人 葉原志 當然是站在自由民主的一方 所以你想選 當然 合不合也要選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親美不代表一定不能夠和路或和中 因為現在台灣人最想要的就是和平 那交流的話 你剛剛一直講九二共識對不對 九二共識 你這個時機點你到中國去幹嘛 你這個時機點你請問你有什麼 你說你有什麼具體的農民餘幕 什麼民生問題來拿回來 拿回來帶大家看 哪個是好的時機點嗎 溫馨提醒 本節目這個直播的時候沒有字幕 所以剛剛的那一段 我要講說其實九二共識只是一個符號 你可以把九二共識的符號拿掉 但關鍵是它的內涵 就是說兩岸要找到一個可以討論的一個對話的基礎 以國民黨來講的話就是說我們先把什麼統獨意識拋一邊 我們然後 就是說我今天我要跟 Thank you 兩個要溝通對不對 你一直堅持你很帥 我今天我很帥 我說我們不要討論顏值的問題 我們先就其他可以達成共識的部分來討論 我們現在跟對岸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他一直講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講我們中華民國 那他不承認我們 我們也不承認他 可是我們可以在大家不要去 碰擊到這個議題的情況之下 他們就碰了 王滬你當著連面講祖國統一 那我們不要 他就是跟人家談這個東西 關鍵就是我們不理他講什麼 那你這個時候去當他統戰的目標幹嘛 你去當他統戰的標準幹嘛 我們比較不在乎他 統戰你也可以統他 你有統他嗎 你統他什麼 不是 告訴他自由民主的美好 你有告訴他共機擾台 台灣人民對這個非常不滿意 自由民主的美好 你有發新聞稿在那邊發新聞稿嗎 你新聞稿還是國台辦代發的丟臉 什麼事都不做最棒 做事都被罵 這我們也知道 但是我們的重點是要做交流 要幫台商台生想辦法辦法 你們做了什麼事 所以你們罵民進黨 就跟民進黨做很多事 不做事找藉口最容易 你要做事可以找一萬個理由 不做事可以找一兆個理由 好 原子 我跟你討論一下 國民黨全民是什麼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跟中國共產黨 在討論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就已經是一個中國了 沒有啊 沒有 一個中國 我們是中華民國啊 原子 我們是中華民國嘛 2015年朱立委員主席 去跟習近平總書記見面的時候 就講 兩岸同屬一中 對啦 這個 對嘛 所以 我們 但你們其實沒有每天講 兩岸同屬一中 因為你也知道 這個可能會稍微 對選票不利啊 那下一個問題是說 你說要做事情 做出來的 是不是符合 台灣人民大多數期待的 還是國民黨選民支持者期待 甚至說所謂 深藍族群的期待 現在大家認為說國民黨一定要統 國民黨沒有要統嘛 現在只是說先把 我們要被統 也沒有要被統 基本上我們的主張也是 兩千三百萬人決定我們 中華民國的未來 也是這樣 韓國瑜的選總統也是這樣 你有對王滬寧在講嗎 我坦白講 我沒有聽過國民黨 那你有對王滬寧講 那你去大陸跟大家講 就不做事 一直在嗆人家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就是在做事 每次天天在扯後腿 國民黨天天在扯後腿 國防外交天天在扯後腿 沒有不要火紅 國防沒有對國家沒幫助 好好 遠之你剛剛講 中華民國的未來 有兩千三百五十萬能決定 我沒有聽過國民黨這種論述 有啦 韓國瑜就是這樣講的 你回去再建議一下 沒有沒有我沒有聽過 馬英九也說不同不獨不武啊 所以國民黨沒有說要統 由台灣人來決定台灣的未來 沒有說要統但是對方有 所以一個加一一個零等於加一啊 所以你等於是去配合他 不過等一下我再問一個問題 我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對方是以有前提的交流嗎 沒有不是不是什麼前提的交流 是我們先拋開那些東西 我們是不管那些 就就可以交流部分去做交流 好我們很認真的回答一個政治問題 這個是最後一個問題 你認為國民黨此行去中國 是幫助國民黨還是幫助中華民國 幫中華民國啊 那如果是幫助中華民國 今天共產黨的所謂北京當局 不願意跟中華民國的陸委會談 只願意跟國民黨的人談 你覺得這個是幫助中華民國 還是幫助國民黨 我們幫台商台生啊 台商台生都是我們中華民國國民啊 你要幫中華民國 你不是應該要鼓勵他們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民選政府啊 你來跟我們的民主政府談啊 國民黨以後會選上去 到時候你再跟我談 所以這就是問題 我們的政府為什麼不想辦法呢 你怎麼不說是他們不跟我們談 那你都怪別人我們就不用做任何事 不不不不不 這個就不對了 這個這一趴不對 你們未來如果執政的話 也會遇到一樣的問題 如果共產黨不開心不跟你們談 跑去跟民黨談你會爽嗎 所以我覺得九二共識是一個符號嘛 就是你可以拋棄它沒有關係 但是大家還是要找到一個 可以溝通的一個方式 我們的民主政府被擱置了 這個是共產黨的目的 他否認我們的民主正當性 我們民選出來 如果委會要跟他談他不談耶 那所以都不用做事嘛 我們就現在有這個僵局嘛 所以國民黨講說 還是有台商跟台生 他們需要幫忙 所以我們去幫忙去做交流 同時書寫大家的敵意 我們是做事的嘛 那你一直抹我們紅 我也不知道 我剛剛沒有抹紅 我剛剛講的是很事實 就共產黨目前要放棄 台灣民主政府的正當性 國民黨配合他們的口徑 因為對自己有利 所以讓中華民國的民主政府 沒有辦法談 這個是應該要譴責 譴責的話再交流 我覺得我就可以接受了耶 我們也是堅持中華民國啦 我們也是堅持中華民國 那個 可能 我們國民黨的朋友 對你們國民黨黨中央的政策 你根本不了解喔 第一個我先講 賴清德主席講的是說 北京的九二共識 裡面沒有中華民國的存在 沒有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主權嘛 其實賴主席是在跟北京講話 結果呢 這個國民黨的黨主席朱立倫呢 國台辦上升 他又變成國台辦發言人 他就跑出來講說 這個台獨才會消滅什麼什麼 中華民國啦 好 你剛才講的那一段 在國民黨二月十號 就是夏立元跟這個王滬寧見面的那個新聞稿裡面 全部都沒出現 我現在告訴你沒出現什麼 那個新聞稿裡面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 這個國民黨是用 連湖五願景以及馬錫會的成果 作為政治基礎來跟中共 這個交流溝通 好 這個裡面 那個新聞稿裡面 全部看不到中華民國這四個字 然後呢 更重要的 等於是說呢 你是在 國民黨是在擁抱統一 這什麼意思呢 知不知道連湖共識五願景的內容是什麼 第一個 兩岸要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 兩岸要建立共同市場 這個就是國民黨夏立元這次跟王滬寧見面交換的條件 再過來你說馬英九說不同 錯 不過下台以後馬英九自己解釋馬錫會的共識 他用了一個新名詞叫做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你一定聽不懂這什麼意思 就是要統一啦 馬英九有講過一個比較白的 講過他要統一啦 他之前講不同 他卸任後叫不排除統一 他卸任後解釋馬錫會的成果 你現在懂了嗎 什麼叫連湖五願景 什麼叫馬錫會的共同政治基礎 所以說你把這些國民黨的那個那個新聞稿號把它拿出來 跟蔡英文總統或是賴清德主席的四個堅持 你對起來看 你馬上就可以看到你們國民黨在擁抱統一 你們國民黨的論述裡面排斥了民主自由 這個也排斥了2300萬人決定未來 是不是 那你剛才說韓國瑜馬英九都有曾經講過這個話 是的 選前總統大選前大概兩個禮拜一定會講的 為什麼要騙選票嗎 講完以後就沒有了 到現在為止 這個以韓國瑜來說 韓國瑜選前兩個禮拜 台灣人前途由台灣決定 好到現在今年是2023年了 你們國民黨這個黨中央有哪一個人講過兩岸論述 哪一個人講過台灣的前途由台灣決定 找啊對不對 所以就是不要騙 這個東西呢是一個涉及到我們台灣的這個對不對 國家安全主權尊嚴一系列的事情 我在講我順便補充一點 21世紀基金會的那個民調有一個題目是在打臉朱立倫 是他在講說在九二二共識 他做出來是什麼 他說調查顯示只有27.4%知道認為九二共識是一中個表 慘了 10%認為九二共識是一中原則 31.5%認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另外有9.6%表示沒有九二共識 這三個加起來超過50% 這什麼意思 原來認為九二共識是一中個表 在台灣是少數 這是21世紀自己做出來的民調 我也覺得很奇怪 21世紀做的民調 打自打台灣的臉 也打美國的臉 也打朱立倫的臉 我不知道他做這個民調在幹什麼 我希望各位來賓都能夠愛護 各位觀眾都能夠愛護我們的來賓 今天葉元之他剛剛也親口證實 他2024有興趣要挑戰這個更高位置 他必然就會面臨這些質疑 他如果未來不管有沒有機會去擔任職務 我們也有可能透過他去改變 跟你們講 你剛剛講中華民國的未來有2350萬人決定 國民黨如果寫這一條 我跟你講民黨很難選 可是我真的沒有聽過他們立委以上的人這樣子講 好 我們進入下一個階段 美中關係因為間諜氣球 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如果接受國民黨的論述 那個美中關係又會變中華民國 又要再解釋一次 來 美中關係是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因為間諜氣球事件說降到最近的新低點 自從美中貿易戰 讀藥丸理論一直到現在 就在這個敏感時刻 金融時報揭露了美國國防部 有一個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部長 叫蔡斯他其實現在正在台灣訪問 我們看一段VCR 陳在智庫論壇大談美軍嚇阻中國的相關舉動 現在身為美國國防部副助理部長的蔡斯 就在台海緊張之際 以及美中關係降到最低點時悄然來訪 英國媒體金融時報17號最新報導 顯明蔡斯已經抵台 記者更推文重申 確定蔡斯在訪問蒙古烏蘭巴托後 人已經在台灣 不過包括總統府 國防部都沒有證實 認為美艦通過台海合理自然 蔡斯進入五角大廈前曾是蘭德智庫資深研究員 同時也曾擔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副教授 如今在國防部負責中國事務 如果訪台消息屬實 蔡斯就是繼2019年 前美國國防部負責東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 科林克後首位訪台的美國國防高階官員 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 停止插手台灣問題 停止製造新的台海局勢緊張因素 指示中國再度氣得跳腳 是否美中因為間諜氣球交惡 蔡斯訪台行程備受關注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 蔡斯是40年來 40年來中華民國斷交 40年來第二位美國國防部的高官來台灣 這個時候這個時機點他來幹嘛 這個時機點他來 另外一個很特殊的是 這位副部長他就主管中國事務的 而且他來台灣之前去到的內蒙古的這個 應該是外蒙古的烏蘭巴托 蒙古人民共和國烏蘭巴托 時間點的巧合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這是在美國擊落中國間諜氣球之後 沒多久 沒多久他就來 所以蔡斯這一次來 雖然我們的政府相關都沒有證實 但是我覺得他這一次來應該 第一個任務就是 他可能會跟我們分享一些 關於中國間諜氣球的情報 包含美國如何在全球追蹤中國的間諜氣球 第二個事情 很重要就是一個戰略上的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也有國外的網友發現 中國除了在海南島 有高空間諜氣球的基地之外 在內蒙古據說也有 在內蒙古也有 那蔡斯剛從外蒙古回來 所以呢 在戰略上來講 他可能希望 跟台灣再研究一些 將來在美國的全球 特別是印太戰略上 如何去跟這個美國來做一些合作 因為畢竟台灣也有非常先進的這個熱山雷達 所以如何做這樣的合作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到 就是美國的陸戰隊司令 前幾天剛提到 他說如果台灣有需要的話 陸戰隊可以提供台灣的士兵 所需要的訓練 我們知道美軍的訓練 簡單來講 美軍的訓練都是從戰場上學來的 因為美軍大概是192戰之後 全世界實戰經驗最多的國家 所以他的訓練是最符合 現代戰爭的需求 而且他是與時俱進的 他不是那種還停留在 冷戰時期的那種戰場的思維 所以我覺得這三件事情都起來 蔡斯這次來台灣 應該不是來觀光的 也不是來吃小吃的 他應該帶了一些蠻重要的任務 就是想要跟台灣的國安高層 來做一些意見的交換 再加上前一陣子 蕭美琴剛反台數值 駐外的大使反國數值 絕對不是只是單純的數值 應該都會攜帶一些 最新的情報或任務 來跟我們的國安高層交換意見 所以看得出來 台美之間的互動其實越來 除了越來越密切之外 我覺得層級越來越高 比如說最近即將要來台灣的 這一團 這剛剛3Q開場的時候講到 矽谷的國會議員 矽谷大概就是在北加州地區 舊金山附近 他們國會議員他們要來台灣 而且很有趣 美國國會議員通常到外國訪問的時候 他會拜訪該國的政要 黨政要員這很正常 但是這次他們特別安排 要跟張宗謀先生見面 矽谷當然就是高科技的一個中心 想要選擇跟張宗謀先生見面 顯然他們認為必須從台積電身上去 可以學到更多的經驗跟教訓 然後矽谷的議員來看了張宗謀之後 會不會台積電將來在美國 會不會有些進一步的投資 這個都值得觀察 另外一個最新的消息是 剛剛3Q開場的時候有講 美國國安會的資深官員 即將要接任AIT的理事主席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應該是 我如果印象沒記錯 應該是有史以來層級最高的AIT主席 就是他曾經當過的美國政府的職位 而且他曾經是在國安會裡面 所以看起來美國現在 除了跟台灣建立正式的邦交關係之外 他慢慢的不斷在提高 跟台灣交流的層級 還有常駐代表的層級 那在軍事方面你看 這個參議員也已經聯名自喊 我們知道其實國會有通過法律 就是要撥款給台灣免費的軍事援助 但是因為有法律但是沒有預算 所以國會議員就聯名自喊給拜登說 趕快 既然法律過了 這個預算趕快給他通過一下 所以我覺得台美之間的關係互動越來越密切 那為什麼會越來越密切 是因為中國的威脅越來越大 所以呼應到我們前一段在談的 因為國民黨現在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他們不斷的在講 他們的政策叫做親美有日和中 但是地緣政治與時俱進 它每天都在變化 特別在俄烏戰爭之後 整個全球地緣政治發生很大變化 我坦白講現在在地球上 沒有核中跟親美這兩種事情 兩件事情同時做得到的可能性 你必須選邊站 你一定要選邊站 你不選邊站的結果 就產業來講你看看南韓的三星 他們這次的晶圓代工多慘 完全被台積電甩到看不到車尾燈 為什麼 因為在美中貿易科技戰開打的時候 韓國一開始是想要兩邊壓寶 他們聽國民黨的 就是要核中跟親美 結果最後兩邊不討好 所以現在的地緣政治 現在最新國際局勢的發展 特別像台灣這樣的國家 你根本沒有辦法選擇 在同時親美又同時核中 我們可以不跟中國挑釁 但是你在美中之間 你是必須選邊站 而美國也用一連串的動作 來告訴台灣說 你放心 你就是靠過來我台灣這邊 靠過來我美國這邊 沒有問題 你不需要選擇去中國 跟中國再親近 所以我真的覺得 為了台灣好 台灣所有的政黨 應該是同心一致團結對外 因為前天美國參議院 通過一個無意義通過 無意義通過就是沒有人表決 不需要表決 我很感慨 中國間諜氣球 美國參議院無意義通過 說這個是叫做一個挑釁侵略的行為 我在想 大家觀眾朋友 你想看看 如果哪一天是中國的間諜氣球 到台灣的上空 被我們的空軍擊落了 我們的國會要做一個表決 要譴責中國 你覺得會不會無意義通過 不會 我覺得大多數人 可能覺得不會無意義通過 國民黨的態度可能會 也許不至於反對 但是他可能會棄權 或是根本不參與表決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看起來 美國共和民主兩黨 鬥得不兇 我跟你講鬥得非常兇 可是當他們對外 對這種外來的侵略行為的時候 他們是團結一致的 我也希望台灣的民主政治 有一天能夠發展到這樣的程度 對台灣來講才是好事 間諜氣球飄過來算不算挑釁情況 算 是 算 廣告之後回來繼續討論 國際新聞 我們把幾則相關的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是白宮的高層 他要出任美國在台協會的主席 剛剛有特別提到 這是近年來擔任AIT主席 可以說是在這個官職最高的 他是美國的白宮國安會 中國與台灣事務 資深主任羅森伯格 那另外一方面 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德國的媒體 那這個德國媒體 它叫德國之聲 但是它的這個新聞 是來自於德國之聲中文網 中文網給誰看的 給中國人看 給漢字 也可以說所謂 中國與台灣事務的人看的 這德國之聲中文 特別翻譯 他說在德國電視二台 有一個脫口秀節目 然後邀請了他們的 駐華盛頓首席記者 特維生 以及 習近平全世界最有詮釋的人 叫加傑斯 也就是一個記者最了解美國的狀況 一個作者曾經寫過習近平的傳記 他們要聊台灣問題 他說台灣問題之所以變得十分迫切 是因為習近平 抱歉這個我自己加的 習近平給自己施加了時間壓力 因為他承諾會在他的任期內把台灣併入中國 所以呢 因為他的任期到了沒有把台灣併進去 於是他的做法就是一直延長自己的任期 然後呢 這個記者本身 另外他又問這個記者說 關於中國動武的可能性 他說據他從拜登貼身顧問獲得的消息 美國會做出堅決回應 與烏克蘭衝突不同 如果中國對台動武 美國會採取直接的軍事干預 從剛剛到現在 我們看到國防部的蔡司 AIT的可以說是歷年來最高官 也就是最重 坦白講就是比較重視這件事情 包含細谷科技的交流 包含歐洲媒體對台灣問題的直接表態 這麼多的對台灣的聲援 講就算用國民黨那種很利益表面的角度來講 就是因為講台灣有票他們才要講 那對台灣來說要怎麼看待這些媒體 對我們的這個聲援或者是支持 我先談這個美國白宮的這位羅森伯格 他等於是美國總統拜登的親信 那我這邊澄清一件事情 就是說那邊的新聞可能有誤 他的職稱叫做中國事務資深主任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白宮是叫做中國與台灣事務主任 拜登上台以後把它改掉 中國歸中國 然後加資深這兩個字 沒有台灣 好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台灣跟中國 在政治跟外交上面要區分開來 以前美國政府的40年來的做法 就是說這個台灣附屬於美國中國政策的一環 美國政府要做什麼事情 要先看北京的臉色 以後不是了 以後中國歸中國 台灣歸台灣 所以他那個職稱的正確職稱 是沒有台灣這兩個字的 第二個重點 你如果把羅森伯格跟上一個這個AIT的主席 跟默劍做比較的話就很清楚 其實默劍的層級一樣高 跟羅森伯格一樣高 不過有個差別 默劍是退休五年後才被找回去 川普找回去 來做AIT的主席 而且默劍不是川普的親信 現在不一樣了 直接從白宮調過來 然後直接是拜登的親信 這就表示台美關係 在政治在外交上實質的提升 好 這一方面 好 相對應的那個 美國的這個 這個國防助理部長蔡斯 他又是一個剛好相反的案例 什麼相反 美國拜登政府呢 就是國防部 記不記得 國防部是美國拜登政府裡面 部會裡面第一個成立 中國工作組 就是說專門要處理中國的軍事威脅 蔡斯就是這個 這個中國工作組的這個 這個負責的這個副部長 然後呢 美國國防部是把 本來台灣事務 是在東亞事務裡面抽出來 劃到中國事務裡面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從軍事上 從這個軍事的威脅上面 要把這個 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威脅 當作一個重大議題來看 所以軍事上 把中國跟台灣 美國國防部把它併在一起 政治跟外交上 美國白宮把它拆開來 所以說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美杠 那你剛才談的那個 那個德國的這個 那個德國之音的中文網 他做的那些專訪 恰巧又呼應了 又是最近 也在德國 慕尼黑安全會議 那個金融家索羅斯 他不是講了 他說這個俄烏戰爭之後 習近平將是最大的輸家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搞砸了一切 跟這個德國之音的這個專訪 是那個記者 講的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呢 這個習近平呢 他做了一連串錯誤的決策 你無論是他國內的什麼 共同富裕嘛 對不對 他的什麼打貪腐嘛 然後呢他的親臨政策嘛 還有他的外交上面 有一連串的失誤 就是習近平執政十年呢 把中國周邊所有的國家都惹火了 好 裡面最錯誤的一點 就是習近平那個把台灣 說要統一台灣 當作自己的政治目標 那慘了 因為以前這個 為什麼這個中共人都不敢講 講一個具體統一台灣時間表 不敢講 為什麼你講的如果沒有實踐 你就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最早的時候鄧小平講過嘛 80年代是統一台灣是三大任務嘛 之後沒有了 不敢講了 所以江澤民不敢講 這個胡錦濤不敢講 習近平給大家這個幻想 給中國人民這個幻想 他在的時候為了他的連任 他一定要統一台灣 現在慘了 所以說索羅斯也好 德國的記者也好 其實全世界都看得出來 就是說呢 習近平這樣幹 用索羅斯的話當成結論 中國的強大 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可能的 反而他會是最大的輸家 習近平在他的內政 以及中國政策上 有很多令人質疑的部分 事實上 你要說什麼 什麼軍富 什麼共同富裕 什麼精準 精準脫貧 那些名詞到後來被發現 其實都是放給大城市 跟外國人看的 農村還是農村 鄉下還是鄉下 底薪兩千塊不到的地方 還是不到 所以慢慢的會被人家看破手腳 加上美國的制裁 甚至全世界對於科技 機敏 晶片等等 對中國失去信任 你說他們還要能夠 怎麼樣的往下一步發展 大家都打著大大的問號 那另外一方面 國民黨新聞 國民黨其實他是 有派人去中國 也派人去美國 但不知道為什麼 派去中國的 這個叫做裸骨升天 但是派去美國的 好像都不知道他在幹嘛 我們要幫他講一下他在幹嘛 這個人叫黃戒正 最近剛結束訪美行程的 國民黨國際事務部主任 他叫做黃戒正 他今天 他是2月16號的時候 中午接受網路的節目專訪 他說 美方透露 麥卡錫 今年一定訪台 麥卡錫是誰 他訪台 什麼重要 其實就是為了去年的議長訪台一樣 對 裴若西 我們幫你講一件事情 麥卡錫如果沒來 那又怎麼樣 如果今天沒來 明年來呢 就是說黃戒正黃老師 現在去講說麥卡錫今年一定會來 他其實是在做一個議題設定 這個議題是什麼 就是連接 議長來了 那後面是不是會有導彈危機 是連接這個東西潛台詞 你在看 因為 因為這是最後選舉不到365天的時候 其實我剛才一直想講那個 21世紀基金會就是朱立倫主席 岳父的這個基金會 就是 他一方面派副主席訪問北京 跟王滬寧第四把手見面嘛 然後還沒到 還沒回到台灣的時候 基金會就做了一個民調公佈以美論 這就是 這叫節奏 他有沒有 朱立倫有沒有自己講以美 沒有 他跟你講 他要跟美國改善關係了 可是呢 他岳父這邊就告訴你說 欸 以美 你在看所有的這些議題 包括麥卡錫這些議題的時候 你只要去看一件事情 當你在問 對美國的信任的時候 你應該同時問一下對中國的信任 才有對照組 因為這個選舉 國民黨要破的就是什麼 怕的是 人家覺得中國國民黨太輕 太輕忠 就是紅帽子的問題 我炒作 我講以美論啊 我講麥卡錫會來啊 這些事情就是告訴你說 會有危險 會有危險嘛 或者台灣危險的時候 美國不會派兵嘛 他不會講說 中國的問題 那 剛才董老師已經講了 就是說 夏令人去見面 你要知道 那一團裡面 一個是基金會 二十一世紀基金會的 副董事長 高士博先生 朱立倫的小舅子 還有一位是 趙春山趙老師 趙春山趙老師 那個時候在馬錫會的前期 是有角色的 你會那麼很簡單的去理解說 這團去就是 照西風稿講的事情嗎 不要把選民當作傻瓜 他們會做什麼事情 我當然不知道 但是一定沒有你看到那麼單純 好 再回過來講 你在 不到一年的時間 你一定會看到 類似的東西的議題 不斷的操作 它都是為了總統選舉 關鍵是誰真正有能力 我剛才看到一個消息 我們的外交部長 我們的國安秘書長 下個禮拜 說要在美國 不曉得有什麼地點 要跟美國的國安會 國安顧問 然後跟他的副國務卿 要見面 這個層級的見面 比那個蔡司可能更要嚴肅看待 而且身份是很敏感的 你要知道說 如果麥卡錫這樣子的訪台 都會引起很大的糾紛 那那個見面怎麼辦 麥卡錫還是國會耶 那是行政權耶 那北京怎麼辦啊 你回過頭來看 因為類似的問題 你會在不到一年的時間 你會不斷重複重複 它其實只是在 要我們做出一個選擇 你相信美國 還是不相信美國 可是同樣的 國民黨這邊不會告訴你 中國到底你要不要相信它 它能談嗎 不會的 在這些民意調查 或所有的東西裡面 它不會有這一題 好的民意調查就是 你把中國跟美國同時擺上去 把中國跟美國同時擺上去 後面 我還講 黃老師這件事情 麥卡錫如果今天不來 那他講錯了又怎麼樣 他講錯了又怎麼樣 所以回過來看很多事情 其實我還蠻相信台灣的選民 就是在美國跟中國之間 在華盛頓跟北京之間 心中自有一把子 你當然不希望有戰爭 你再仔細看美國所有的做法 他不是要台灣去打仗 他所有的一切都告訴中國 如果你要打會怎麼樣 就是希望用這個方式 讓北京不敢動武 就動武的代價你受不了 可是我們國內有一些人 論述是什麼 會動武 打下去以後會怎麼樣 讓你對戰爭恐懼 我再說一次 你去注意看 美國對中國所有的做法 是在告訴中國 你如果要動武 你會付出什麼代價 你不會贏 這是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隨便想要亂動 可是到了國內 會有一些人把它解釋成什麼 美國要拿台灣當旗子 當前鋒 這講話之間就一線之隔 可是那個意義天差地遠 一句話 就是為了明年一月的選票 其實台灣這個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聽過什麼 棋子塞子 不要當強國的威脅人 聽過很多很多人就是說 我們好像附庸於別人之下 然後長期被殖民 沒有自己的立場 其實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 知道自己的優勢劣勢 知道自己是誰嗎 知道自己是誰之後 我們是一個想要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我們想要跟其他人交朋友 我們是海島國家 我們的優勢是海洋 有些人可能大國思維 覺得我們要美中台 大家要喬一樣大 好像也很困難 你看一個很明顯的訊號 過去30年台灣民主化之後 哪一個元首見得到美中的元首 唯一一次應該是馬錫會 見了之後發生什麼事情 國民黨雪崩式的總統敗選 所以在我們都還在想辦法努力的 要跟國際接軌的過程 有些人覺得 我聽過一個論述說 他要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不相信他們要統共產黨 我實在是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 但是講這些話我要講就是 其實我們知其所以為之 我們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是海洋國家 我們是想要2300萬颱風金馬人民 一起共創自己的未來 那在這樣子的前提之下 你才有辦法做對的決定 而不是人云亦云 別人說什麼就說什麼 不要被他眼前的那顆鑽石片了 他是要買你一輩子 來 3月4號還有一個關係 台灣也蠻重要的一個 立法委員的補選 原因是這個原本的立委許淑華 後來當選的南投縣長 那我不知道他們是 還可以這樣子交換 就是縣長又跑來選立委了 原憲長林明貞決定來禁足 許淑華的這個立委補選的職缺 那這過程裡面也有一些 蠻匪夷所思的事啊 包含說他的文宣 本來是印給他兒子的 然後呢在某一天之後 他就全部都貼上一張貼紙 變成爸爸的 可以說是非常的節儉 但是在這麼節儉的情況下呢 他前一陣子 在他們的這個晚會裡面 類似他們小型的造勢啊 或者是跟支持者喊話 他喊出了一段 我覺得蠻有趣的報導耶 來 我們看一下他那個時候喊什麼 你可以想像的造勢場 麥克風拿了這個慷慨激揚 他就開始講 說民進黨為了要把南投貼下來 安排蔡培會做行政儀總辦執行長 用國家主委背後自己的認識 這這樣敢是黑瓜 他說這個蔡培會是黑官 因為蔡培會去接了中辦執行長 所以是黑官 他的意思是什麼 中辦是黑色的單位嘛 並且質疑蔡培會連選三次 錢從哪裡來 是不是國庫通民進黨黨庫 這個表示我們今天財院已經失能了 政治獻金大家都不會查了 這個 他講 我覺得蠻有趣的 大家繼續看喔 來 我們家跟阿兵在討論我做事 他的兒子林魯斌 本來要選立委那一個 他有什麼家族參政 他說我們家一 沒有瓜尾 二 沒有人數民靈 三 沒有任何政府的薪水 憑什麼說他是黑瓜 蔡培會才是黑瓜 我說什麼是黑瓜 他如果不睡覺 吃粉飲酒的那種黑瓜 但是如果你說這個做政府的官員 屬實上一個中辦執行長 那個就現現嘛 執政黨派任行政院長派任 你要他怎麼辦 那就政務官嘛 那另外一個是縣長特助 這個是歷史上沒有看過的 所以他在講人家的時候 我想我們的標準可能不太一樣 我三句話 這 宜蘭也是這樣 管長 管長媽媽做 看國務人是十五件 也沒那麼薪水啊 我覺得林魯斌是加強版的 你看喔 那個 南投那邊是發文 就直接寫縣長特助林魯斌 這還厲害 對啊 宜蘭那邊至少他只是帶領 他就是他很穿外套出席 他寫還是寫宜蘭縣長 林之妙金派助理或派什麼 因為他兒子女兒看起來 沒有想要上台面的樣子 藍頭不是 這個就是擺明 我以後要排兒子選立委 新聞稿跟著發 民政局跟著發 出去都是縣長特助代表 那公文上面也是直接寫 連公文都寫 公文都可以寫林魯斌 競選的文宣直接寫 那個縣政府爭取的東西 就是他爭取的 沒有職務沒有民選民意代表 然後就是縣長特助可以爭取東西 還好蔣萬安 這樣子要選立委幹嘛 謝謝 還好蔣萬安蔣市長的孩子都還小 如果他的小孩子也是成年 是不是可以比照辦理 蔣市長 對啊蔣萬安啊我們蔣市長啊 否則他們兒子比較小 不是啦藍綠都一樣啦 這個就是你拿出來比照嘛 看是不是其他單位都一樣 就沒有啊就只有找到你啊 然後他說蔡培惠是黑官 他說一個正在競選的 這個前部分區立委 中辦執行長然後 這個越戰越挫越勇 還在競選的說他是黑官 我不太能理解啦 沒關係 來 他提到民進黨眾商他 來參選 眾商他參選這件事情 是為了兒子要接棒鋪路 林明珊痛罵 做夭壽 吃到白菜 然後呢 國民黨提名有制度 誰民調高才能選 可是國民黨他們父子 有做過民調嗎 有幫林明珊 有初選制度嗎 有比較年輕的 就是本來想 除了林明珊以外 國民黨有三個本來想選 那林明珊是排名第三名 就是他有初選 初選是排名第三 所以因此不能夠代表這個 就本來有三個要選 但是沒有林明珊 沒有林明珊 結果這三個選出來 林魯斌是調查尾 對 所以只好用林明珊出來 再重新算一次 對 你們初選制度也是很自由 這三個 那種民調做出來都輸 誰輸 這三個對到蔡北會都輸 然後後來是只有林明珊 對蔡北會有贏 所以才徵招林明珊 那你們初選制度怎麼不廢算 那沒有初選制度 這次沒有初選 這次本來就是用徵招 本來就用徵招 本來就用徵招 那一開始是用民調做參考 一般來說都這樣 就大家來先黨內先民調一下 有興趣的先講一下 有興趣的先講一下 但是如果會輸的話 當然就徵招會贏 如果葉元芝是表達你們選區 有意願要選 然後輸先任 你對手可能會是誰 不知道 何博文吧 總之 你表達要選 結果有三個人跟你說要選 你是民調第一名 但落後一些些 這個時候突然 從空降 一個羅志強什麼東西的 要幹掉你 你會爽嗎 如果他民調有贏我的話 如果說我的民調輸對手 然後他的民調有贏我的話 我覺得我尊重他 因為那時候補選 你已經沒有時間去 那你們就 你比較像民主政黨的 我認識的國民黨 不會長這個樣子 你看他們現在台北殺成這樣 那因為他們爭取出選的 你只是做得很好而已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大選有初選 那時候都用徵招的 狀況不太一樣 我理解啦 那你一開始三個報名幹嘛 沒有 因為前幾個禮拜 我們在討論 徐曉欣不是說 這個要見佛殺佛 然後這個什麼 要見神殺神嗎 他要的就是世代交替 因為他覺得跟他同選區的 這個費紅太太老了嘛 費紅太70歲了是不是 他覺得太老了 可是不對啊 林明珍71歲啊 你們為什麼 這個明明你們本來 有參與這個民調的 都比林明珍70歲年輕 71歲年輕 你們怎麼不在南投世代交替 最後一句話最可愛 林明珍說什麼 你們把我民調弄得這麼高 害我現在這樣被徵操 沒有一碗好睡 沒碗做惡夢 一世英明都會毀掉 老的心情鬱嘴會很痛苦 廣告回來我們討論一下 節目最後這段時間 我們關心一下南投的選情 月威姐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林明珍 她怎麼有臉講出來說 這個蔡培惠是黑官 蔡培惠從921的以後呢 她在台北教書沒錯 可是她從921以後 她就回到了南投 921是1999年 他24年了呢 她就長期關心南投 那這個行政院的中部辦公室 其實是 就讓中部能夠有一個 跟行政院連接的一個管道 那讓這個中部的民意 能夠更順暢的 讓行政院知道 所以這個怎麼會是黑官呢 真正講黑官的 就是她的兒子 就是那個特助 而且那個黑官 她這個特助呢 還用她的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是不能夠 給自己的兒子 不能夠說政治獻金 我募款募完了 然後呢 我不用到其他的 在選舉上面的使用 我竟然是給我自己的家人 我一個月還給她8萬塊錢 你就知道說她給多少 那而且這個林明珍最主要的是 在這個過去她在8年 在南投縣當縣長的期間 南投她的人口從51萬多 掉到47萬 那少了3萬5千人 為什麼 就是因為南投沒有發展嘛 南投在這個過去當中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 年輕人只好往外發展 那你這個縣長你到底做了什麼事 然後你在擔任立委的期間 你是代觀察的這個立委喔 人家蔡培會每一次都是最優的這個立委 你是代觀察的立委 你過去你提出來的證件 他有提出來攬車 他有一條叫和歡山的攬車跳票 還有中部的捷運延伸到民間竹山跳票 然後集集二水車站新知縣跳票 到高鐵站也跳票 還有水里車程到六月潭向山的攬車 又跳票 然後前一陣子討論到了什麼 侏洛基公園也跳票 然後叫竹山人自己去倒垃圾 他垃圾場也沒蓋 全部都跳票 那再給你當一年 或者再當八個月的立法委員 有什麼用呢 因為就算你現在說你2024以後 你不會再選立委 你兒子也說你2024不要再選立委 可是你過去你在擔任縣長的時候 人口變少了 工作機會變少了 你在擔任立委的時候 你所有提出來的證件都跳票 那我還選你幹什麼啊 跳成這樣會不會寫的人跟做的人 其實是兩批 問 我覺得這個選舉選到現在 我可以看到就是蔡培會 他慢慢的這個聲勢真的是往上逼 為什麼 你看我們講黎明珍的任何事情 都是事實俱在提出證據 他現在竟然講說蔡培會是空降 你知道蔡培會是土政土長的南投人嗎 現在講到黑官 中部辦公室是黑官 那實在是開玩笑 我要講 今天有一個最大轉折 他把整個風辦的都扯成黑單位 他就是白抹黑嘛 搞到這個已經是很沒格調 他現在有一個狀況就是說 他今天林明珍跟他兒子講說 來我來這部分我來講 這個是真的是節目直播之間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在偷看我的這個節目 然後做的新聞稿 這個是國民黨這邊發的新聞 他說林明珍補選南投立委只是卡位嗎 林魯斌宣布父子2024不再選 也就是說這是姓林的最後八個月選上的話 最後八個月這是國民黨的說法 結果民進黨也很快的回應了 只選不選嗎 林明珍的兒子承諾父子不選2024 民進黨打臉紅說還想騙幾次 現場我們國民兩黨的民意代表 幫我們回應一下 這個林明珍講這個話 我想這個是選舉逼到極的逼到牆角 所以他講這樣的話 但是我要問他之前擔任縣長卸任趕恩參會的時候 辦的那個數十場上百場 每一場參會人家問說 這個你除了服選 在這個之前 服選這個許淑華之前 人家問說 你有沒有可能出來選立委 有沒有可能這個卸任之後選立委 絕對不選的啦 我絕對不選 我手肘啦 我不可能啦 我已經 這個年紀這麼大 我要九百 他說手肘還是手肘 手肘 他說得很信誓旦旦的就對了 結果他當時講的說他不選 講的不下十次啦 結果有沒有選 一樣選啊 到最後選的時候 還被人家說 原來是因為你兒子的民調拉不起來 然後那個 你知道我們那個發那個宣傳面紙 那個宣傳面紙上面其實本來印的是林汝賓耶 結果後來林汝要改成他爸 來貼貼紙上去 你有照片 我從林靜穎臉書上面那個拿到一張照片 對 就是貼貼紙 你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是什麼啊 那是手套 那是什麼 面紙 獅子金 大家不要誤會 所以我們的意思說 其實喔 這個選舉語言 那個林明珍其實他講這個話沒有公信力 選舉要選對的人 選正確的人 所以我覺得喔 不要再去講這些 八竿子打不著的話 誰要不要選或誰未來選不選都沒關係 這一次要投對票才是最重要 喔 你看這個就是民主政黨 他也留時間給葉原資講 來 之前是他兒子要選確實嘛 他嬰兒文宣嘛 然後後來兒子不選呢 那個就是把他來利用一下環保 沒有啦 你們今天說2024父子不選2024 然後在環保而已 不是環保 不是環保 沒關係 父子不選2024啦 林明珍跟小孩子 他兒子2024不選 他兒子本來當然是想選立委啦 但是因為他兒子的民調起不來嘛 然後後來黨就徵召林明珍 這我剛剛講過嘛 那因為一直被攻擊說 林明珍是為了他兒子卡位 所以他兒子當然就出來說 那我們要選2024 這一次就是我爸要選 對 但林明珍被質疑說 他不會再選 當然我覺得這招是算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地方也有在見鋒插針啊 就是說國民黨其他有參加初選的議員 不支持林明珍 還被做一個圖嘛 那這個圖現在目前是各說各話 因為說那個 用那個油耗的照片嘛 油耗是我們國民黨的一個參選 那個市議員啦 憲議員啦 有人就說油耗叫大家不要支持林明珍 後來油耗也去提告 說沒這回事 所以這種東西在地方有發酵 就是到底國民黨的自己人 你怎麼能自己想辦法插嘴 所以所以 我可以請問一個事情 我還沒講完這件事情 所以那個林明珍的兒子就說 我就不選了 那那些人是不是覺得說 那我可以整合比較容易 原子我想請問一下 林明珍的兒子替他爸爸宣布 不選2024有用嗎 因為我不想 林明珍自己說自己不選都沒有用了 這就看相不相信啊 因為 就是不相信 因為藍綠政治人物 藍綠政治人物也常常這樣 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啊 你相信的是他說不選那一段 是 助選 許淑華說不選立委 還是不選2024這一段 你是相信那一段 我相信他說他爸不選 現在2024 我當然相信他爸 他敢幫他爸宣布 當然 為什麼不林明珍自己出來講說 我只當這八個月 我後面就不當了 我跟你講 我覺得林明珍敢講 但是 他的接棒計畫就斷了 他自己說 不要叫人家子拿去說 他爸如果要選也OK 他爸為什麼不讓他爸 他過去當立委也好 當縣長也好 也不是沒當過 對 他都當過 當過了 他所有提出來的證件 都沒做到 那到底是要再選他幹嘛 他也做很多事嘛 不然他名料不會那麼高 你八個月來幹嘛 可是林明珍他已經講過 他就只選這八個月 如果他選上 他就只做這八個月 林明珍自己講說 他2024不選 然後現在大家也質疑 說你講的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這個會有政策延續性的問題 對啊 那如果你不選的話 那你這八個月 你在說什麼 國民黨他現在 比較陷入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在台北有一個 一年不做的立委 然後在南投爭取一個 我還有八個月可以做的 我只做八個月 因為南投那一個 台北那個席制 很明確哪一個顏色的 至少當下的氛圍看起來 國民黨是寧願 不要有立委給你們用耶 其實3Q 這台北跟南投目的其實一樣 看起來做法相反對不對 但是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卡住 不讓別人當立委 對啊 他不只卡綠 我覺得他有卡藍耶